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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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投履歷就卡住了 你要知道真正大企業 他們在利用人的一個 所謂的遊戲規則 先看履歷好不好 你有沒有看過意義上最深刻的 我意義上最深刻的其實是 他對於大學生的社團的時候 他表現得非常的精彩 所以他把他的內容寫得非常的吸引人 最後的話我還是沒有錄取他 因為其實是太過活潑 可是我們那個工作是需要一些謹慎的一些 思考能力的部分 所以他沒看清楚他要投遞的是什麼單位 他沒有按照那個單位所需要的特質 去描述自己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下為什麼 到現在大家還要迷信說 家境小康 尚有父母 然後一兄一姊一妹 人是在乎這個嗎 基本上這個是比較小部分的 我們並沒有到這麼的著重在這個地方 那到底什麼樣的履歷 你們會是比較容易脫穎而出的 OK 其實以前我在遠雄集團 當企劃部主管的時候 我面試過很多的履歷 我們其實當主管的非常非常的忙 你知道一天要看這一二十封 其實非常的辛苦 所以其實有幾個訣竅 就是現在大部分的人 都是會用人力銀行的一個平台 去做投履歷 那這個都是知識的規格 對於我們主考官來講 看的都是千篇一律 所以其實是在一個小技巧 在復健的地方 你可以把你很重要很精彩的部分 放在復健裡面 就是這個就是一個很加分的地方 OK 那你覺得履歷要怎麼寫 我覺得履歷這跟寫情書一樣 就很多新鮮的人會 輕鬆CopyCopyCopy 然後寄給不同的公司 對 那我們是被拔的 我們是公司嘛 被追求的 追求的 你不能拿追歐巴桑的東西 來追我這個年輕少年街嘛 所以第一個就是要 然後剛剛梅姐有提到 關於這個家人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重點只有一個 要讓人家知道你的家人 支持你做這件事情 那你跟我們講NG的部分 NG喔 哇 多囉 我之前看過一個比較厲害的是 他在他的製作裡面寫三尾 我看的是蠻開心的啦 但是問題是 你覺得這個不是我的 後宮嗎 不是 不是我的女朋友 就是怪 他有另外一種是 我打電話去喔 要約他來面試 結果 接著他爸爸 說為什麼是你接著 他說喔 你看履歷是我 幫我兒子寫他電話 我忘記改 很瞎啊 千奇百怪 對 所以問一下喔 文人 那為什麼前三行就知道 要爭死了 這個剛剛兩位專家有講 就是現在很多人他寫履歷表 他真的還不曉得履歷表的功能 其實就是讓面試官快速的決定 要不要去面試他 所以比如說照片好了 雖然人力銀行不見得規定 你要放照片 但是我的建議是你還是要放 而且要放一張 看起來正大光明的照片 所謂的正大光明 就是讓人家看起來 會覺得說來找你聊會有意義 有相片嗎 什麼叫正大光明 好 我今天就是穿著求職的衣服喔 我穿著這樣子 像不像求職的衣服 比如說像他剛剛講的 那很多是自拍的啦 怪怪的表情啦 修圖 或者是裡面有一群人 修圖 或者是你修圖修得太過分了 那看起來就給人家起疑 一起疑我就會覺得 還是先看下一封好了 因為面試官的時間是非常有限的 尤其是好的公司 他收到那麼多履歷的時候 他先是快速的篩選 什麼人是我看到他不感到討厭 所以我後來想想正大光明 這四個字最好了 就是看起來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一個正經人 然後最好又有點親和力 然後看起來不會太難搞的 那那個期望薪水這個部分 是不是有很多 你們也覺得很瞎眼的 所以說我們曾經 我的朋友面試一個 說你期望薪水是多少 他說是這樣子啦 至少也要 他是剛剛大學畢業第一份工作喔 至少也要 他完全沒有工作經驗喔 也沒有上一份薪水可以參考 他說我是這樣算的啦 房租大概要一萬八啦 真的很常見 生活費大概也要一萬五嘛 就吃飯交通啊 這樣子 這樣就已經多少了 三萬三萬三萬 對不對 然後呢我還要那個 摩托車的貸款啊 對不對 我還有孝親費啊四萬八 他是以他自己 從他自己不是講他值多少錢 對 從他自己這樣子 這樣子來算薪水 對 但是事實上 企業給薪水是不同的職務 他是有他的一個範圍在 所以其實人力銀行 也已經做得超貼心了 現在人力銀行 你只要把你的這個學歷條件啊 他會跟你講你值多少錢 他會把這份工作 企業提供的那個薪水的範圍 告訴求職者 那求職者只要看過那個東西 自然就不會提出那個 這個超過行情太多 或低於行情太多的要求了嘛 可是我覺得現在 因為都是E-mail的時代 為什麼有些公司要求手寫履歷啊 因為現在很多人那個寫字啊 很明顯的透露出 他是一個怎麼樣個性的人 像有些人寫字就外七扭八 錯字連篇 或者是還有一種求者 我碰過的是 企業要求他寫 他覺得說煩死人了 我明明已經給你履意了 老娘才不幹 就是我也聽過這種說法 這個時候就暴露出說 他其實對於找這份工作 並沒有那麼大的一個積極性 讓HR知道說 你是對這份工作不夠感興趣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說 其實從你的履歷 他們幹這一行的 他們的專業 大概從你的履歷就可以 不用看到你的人 他們心裡已經有一個影像出來了 可以描繪出來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很多公司 他們HR人員裡面會有心理學背景的人 那我們的工作就是 看這個人會有什麼問題 這個預測率還蠻高的 比方說有人說 我是某某某23歲 畢業於某某大學企業管理系 然後由於在學時嘗試雙主修 後喜歡上氣管系的多元 加上意外開拓 另一個更有興趣的領域 便毅然決定換系重新學習 這個是履歷上的好事嗎 很危險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如果像站在我們 在輔導的角度 我覺得你是不是今天喜歡老王 明天喜歡老李 花心的感覺 對是那種感覺嗎 對所以 如果像我們在輔導的過程 以前做人質到現在 我們在第一現在 一面一次的時候 主要是要看他寫的 說的跟他做的 一不一致 所以就像剛剛老師說的 確實是我們可以這邊略知一二 有些人講話會講本人 就是自我意識比較強 有些人會在最後一段說 感謝你波榮閱讀我的履歷喔 那聽起來就比較 少女心比較 幼稚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下面 專長介紹與興趣 你在介紹自己的專長的時候 很多人都誤會說 寫專長的時候 就是要寫我很行 對當然是要寫你很行 這是在行銷自己 可是你寫的這個方法 會展露出 你到底有多行啦 例如我們這邊有一份例子說 我有很好的情緒管理能力 我習慣存錢規劃行事力 制定小目標 讓自己有更多的成就感 我喜歡觀察 對很多事物充滿好奇 也喜歡和別人合作 我的個人特質是 善於溝通 認真 有適應能力 好 你就認為這是好事嗎 我會覺得 你寫我有很好的情緒管理能力 有兩個意義 一個是 你覺得 情緒管理很重要 可是有另外一個意思是 你已經很好了 你不用再學習 如果你跟別人起衝突的話 都是別人情緒管理的問題 因為你的判斷是 我的情緒管理很好 所以站在HR的階段 我們會覺得說 你要嘛 情緒管理非常非常好 可是你應該不會寫這樣 這麼樣子單純 所以你應該是一個 腦子滿單純 然後內心也許很善良 可是你就是有點單純 那我會有點擔心 你的複雜程度 夠不夠 年輕人都亂寫 都不知道被這樣解讀 可是有時候會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每天都在看這些東西 他會說我的個性 誠實正直 可以吃苦 我每次看到說 你是出來選里長 是不是 像剛剛我們也是都是 都是陳述 可是沒有一個具體的試證 是 那像剛剛這個東西 比較好的推銷寫法 其實是說 比方你 你不要講我有很好的情緒管理 你要說 我從小所受的教育 讓我相信 尊重人 或是跟人有很好的情緒協調 是一切成功的第一步 所以我一直努力 在心理學上 或者說 在情緒管理上 自我要求 那我曾經 因為情緒管理方面的突破 讓我在社團 擔任什麼什麼的時候 辦理什麼活動 而能夠協調大家 例子 這就是例子 而不是說 我有很好的能力 然後後面空白 所以你會的東西 其實你要求職的 這個工作 它所需要的 那再來就是說 你可能 真的要了解自己 也許你覺得那個沒有什麼 可是往往是你求職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加分 如果你是去做什麼 分區行銷 對不對 或者是飲料銷售的 那樣子的一個工作 這時候有一個人 他說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說啊你會什麼 他說 我就每天就是跑檳榔攤啊 然後 我告訴你不要小看檳榔攤 商機無限 檳榔攤的香菸 汽水跟那個 賣的 威士忌那些東西 檳榔攤是賣多少 你知道嗎 我說啊你認識幾個檳榔攤 他說 北區大概有 大概有五百多攤啊 我說這要寫下來啊 欸 你認識五百多攤 你 這是 重要資源耶 這是盤點自己的人脈 對啊 所以你其實你想想看 你 你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你很多工作做的時候 你都要做一些紀錄 對不對 所以像我們在協助人家 協旅行的時候 都會去引導他們 就是說那你做過哪些事情 是你覺得最開心的 是你覺得最有成就感的 然後我會協助他具體說出來 比如說有些孩子他在飲料店打工 他說我在飲料店上班 這聽起來就是還好 怎麼寫呢 我們可以寫說 我在飲料店擔任工讀生 所以對於基礎的茶品烹飪 然後產品的這個品質保證 還有這個外送的時間點 跟突發狀況的處理 都比一般人來得有經驗太多了 事情的處理能力 事情的處理能力 具體一點 對